主料,黑米面100克,黄豆面100克,小米面100克,主料,精水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黑米面,小米面和黄豆面一同样的饭量混合,慢慢加入精水,揉合成团,这三种面粉都没有粘度,所以不用想成白面团一样的啊, 只一份小鸡蛋大小的面团,搓圆,将食指插入圆形团,用左手掌心慢慢整形,将食指抽出,窝头集成,胡萝卜切片,只鱼马在锅内防插,也可以放龙布,刷油等方法,将窝头一次做好,只鱼马在胡萝卜片上,开火,出热气蒸20分钟,这个不如白面团一手,所以不要以为20分钟长浪, 要是窝头个头大,还要加长时间,光火,慢三分钟,开干,取出即可,烹饪技巧,一,面粉的比例并不是固定的,其实可以自己发挥掌握,口感略有不同而已,二,慢慢加入精水,成团即可,不用想着能合成和白面团一样的效果,这几种本都是低连性的,三,窝头最小,但并不易收, 所以不要缩短时间,四,要是同意不再争议晚下降,那就更美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